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Facewill 今天呢 还是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股收盘总结 那么首先呢 就我来为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整个美股的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盘看起 大盘这个方面的话 从今天日内的波动来看 其实呢 早盘售三大指数呢 出现了一个意气冲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呢 在早盘的时候啊 整个指数都出现了刷新 像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 早盘一度站上了6600点的这个小整数关口的位置 整体上走来说还是比较强 但是啊 大家注意这边好景不长 很快这个指数呢 在上空之后啊 迅速出现了一个回落 毕竟呢 这个市场的情绪啊 还没有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同时呢 它本身的 就市场本身啊 对于诸多的风险因素 包括中东地区的局势复杂 包括朝鲜地区导断湿度的可能 再包括到整个西班牙这个加泰伦亚地区的这样一个 可能性的独立 都是对市场呢 进行了一个风险因素上的影响 所以说啊 短线上早上冲高之后 迅速的就出现了一个回落 而且呢 早上能够 之所以能够出现短线冲高这个行情啊 跟沃尔玛的表现呢 也是分不开的 沃尔玛的今天呢 是拿出了一个表态 在巩固了 或者说确认了 公司自己的这个业绩预期之后啊 还提了很重要一点 就是打算在明年的时候 花费200亿美元进行股票回购 这样的话呢 直接把整个市场信心给抵震起来了 也是今天的早盘 三大指数呢 能够小浮乖之后 迅速往上冲一下 这样那个来源 但是随后啊 还是把这个涨幅又基本回吐回去了 像标普的话 因为这个其他的板块拖累 尤其是这个消费者 非必须拼板块这个拖累啊 实际上是一度呢 是走的比较低的 纳斯达克呢 则是干脆就翻红了 在尾盘售呢 才是稳稳的站 稳稳的站回到这个上涨位置上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里头这个情绪呢 虽然说 大盘都还在涨 但是市场情绪啊 并不能说是绝对的乐观 而且呢 我们从这个板块 那么方便来看一下 大家 不妨可以看 十大板块里头 领涨的两个板块 分别是这个 呃 公共事业板块和消费者 必须拼两个板块 就听过我们分析朋友都知道 这两个板块呢 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板块 结果呢 两个避险板块 走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哎 他们他们在领跑市场 这就说明啊 现在实际上市场里头 虽然还是可以就可以继续向上推进 但是在这个真正风险发生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很快速的一个回落 就说现在手里头啊 现金为王 市场里头一定要留一些现金 随时呢 做好应急的一个准备 另外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话 在今天啊 像油价的这一块里头的油价 从隔夜开始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节奏 因为沙特啊 摆明他就说11月份呢要减产 这样的话直接是把油价扛到了50美元以上 这是收复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啊 还是经历了一定的波折 而且呢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呢也是我和我们这个其他的网红达人飞行师啊 一起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今天虽然说能源走得很好 能源价格呢在油价在收盘的时候啊 都已经逼近了51美元的这个位置 但是能源板块的表现却比较差 能源板块呢从早上一开始领涨 到后面呢逐渐回落 等到尾盘收盘的时候呢 就已经跑到倒数前三里头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自己呢也去多方的去查找 但是也没有查找到这个相关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就要看黄金 黄金今天的话 随着这个刚才我说的几大风险因素的一个叠加 黄金呢是继续稳步上扬 但是呢在盘中上呢受了一点波折 没有能够破1300 这个波折呢就是因为 新参加加特罗尼亚地区啊 突然决定呢推迟宣布独立这样的一个事情 结果呢就把这个风险值呢给压下去了 这样盘中的黄金有一个短线的回落 同时呢把美元指数呢也是进行了一个 向下回挫这个动作 从目前美元指数走势上来看 我觉得美元指数啊很有可能 会走一个只头肩底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进行一个反转反转 如果说行不成头肩底 可能美元指数呢就还需要继续往下走 甚至跌破90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看个股 个股方面的话 今天的这个比较亮眼的个股啊 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沃尔玛要大幅举行收购以外 其实其他方面的个股呢 吸引眼球的并不多 反倒是有一部分这个小盘的股票 然后去对他已经捕捉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这个呢正好呢 如果说大家对这想捕捉 这样的小股票的这个波动有兴趣的话 呃可以呢跟我们的这 我们的飞食呢一起来讨论 因为这样的这个小股票啊 其实他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正好是能够利用他的波动 呃给我们的增加自己的这个收益的 在现在这个市场比较闷的一个行情中啊 这样的小股票往往是我们获利的一个 哎很有利的一个工具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说话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